在昨天,即是4月22日,星期五 我們毒品調查科的探員 在打鼓嶺進行打擊毒品行動 在行動之中,我們拘捕了一男一女 一共檢獲了30.59公斤的懷疑毒品 當中包括有17公斤的冰毒 13.5公斤的海樂嬰 以及94克俗稱K仔的綠胺酮 市值是大約港幣2310萬元 毒品調查科的人員是根據線報和深入調查之後 相信有人利用位於打鼓嶺邪明路的一個屋邨單位 去做一些販毒的活動 並且在4月22日展開了一個拘捕行動 探員在當日的下午發現一名男子 從村屋形跡可疑地走出 並且將他截停查文 在搜查期間 我們的探員是在這名男子手持的一個 黃色的環保袋裡面 發現了一包茶葉包裝 裡面裝著大約一公斤的冰毒 另外也發現了四磚印有雙屍地球牌 一共重1.5公斤的海樂嬰 探員隨即將這名男子拘捕 並且將他押戒到附近管有的一個村屋單位做搜查 在搜查期間我們進一步發現有更多的毒品 單位裡面有的毒品是包括16公斤的冰毒 12公斤的海樂嬰 以及94克的K仔 另外我們探員也在單位裡面 發現有一名的女子在這裡 並且將他拘捕 被捕19歲姓王的本地男子 以及被捕18歲姓林的本地女子 涉嫌犯危險藥物罪被捕 被捕男子將會被暫控一項的販毒罪 在稍後時間 即是我們下個星期一 4月25日 這名男子會在粉嶺的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被捕的女子則是會被保釋後查 這次行動裡面 我們發現販毒集團 都是利用一些比較偏遠的村屋 做毒品倉庫 目的是去增加執法部門調查的難度 縱使是這樣 執法部門一樣是會找到你們的 在這宗案件裡面 兩位的被捕人 年紀都是比較年輕 都是剛剛成年 而根據我們的調查 我們相信有人是因為金錢的引誘 而被販毒集團利用去販毒 另外我也想提醒各位業主 在出租單位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一下你們租客的背景 包括他們的職業 以及他們有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去承擔或者支付這些租金 當你們發現你們的租客是年紀非常年輕 而有沒有任何的工作證明的時候 其實業主是需要提高他們的警覺性的 我也想借這次的機會 去提醒這麼多位的父母 去給多點時間去關心和了解自己的子女 在這次的案件裡面 被捕人雖然都是剛剛成年 但其實作為父母 也都是可以多點去了解青年人 他們身邊和什麼人 什麼朋友來往 他們有什麼生活習慣 有什麼事後 還有他們有沒有在做一些工作去找外快等等 而當你們發現子女提及到自己 或者他的朋友 找到一些工作 從事一些工作 而這些工作的工作量是非常之低 但是那個報酬 又是不合你們的感高的話 又或者你們的子女 是沒有任何合理的原因 是突然間有多了很多的金錢去用的話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警號 去顯示你的子女有機會 是被金錢引誘去做一些販毒活動 而往往是 當這些案件來到我們警方的時候 都是比較遲 都是太過遲 及早介入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家長是可以及早介入的話 其實是可以避免很多的悲劇發生 當父母遇到一些毒品的情況 而又不知道怎樣可以處理 或者是怎樣去跟他們子女溝通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是可以致電這麼獨處的一個熱線 電話是一百六一百六 他們是會有社工跟你直接對話 去給一些專業的意見和協助你們 不是錯誤的嗎 你讓我們進行後 聽我們說出了幾乎 ?